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由3.72%升至了3.73% 那其实看到了这个东亚早前的这个大跌之后 李国宝也是出来想要这个回购 他会不会也是要这个旧东亚 这样的一个意味在其中呢 还是说目前真的是在一个 就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是可以进行回购这样的动作的 其实目前因为管理层在股价下跌了 是出来增持是这个 因为它的增加的数量其实并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说明其实是所在的 也不是一个对它什么救不救的问题 因为它东亚银行下跌 主要是因为国内有一笔 大概价值62亿左右的一个资产 有25亿到30亿左右的一个资产减值 所导致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两个方面可以判断的 第一个国内过去两三年 其实很多资产是出现了一个 对换危机的 尤其是违约的 另外一个市场经过过去几年的 也就是说包括国有银行也好 还有一些民意银行也好 这个坏账 因为以前还可以盖得住的 慢慢开始盖不住的情况下 必然会有一些违约的现象出来 这个违约现象究竟是规模有多大 目前说很多都很难说 包括你可以看一下 国有银行里面算是招行 涨的股市比较好 但是那些中兴啊 还有一些承商行啊 其实整个股价的走速是非常差的 市的行业股价其实也表现也不太好 主要是一旦全球经济开始回的时候 你经济好的时候 会有经济还撑得住的时候 你这些坏账是盖得住的 一旦开始出现连续衰退的时候 这些坏账自然会浮出水面 对 就为什么其实对国内的很多银行 包括包商银行 你可以想一下 这种其实是有点像连续反应的 它被接管之后的同业的兑换 就是你超过51的 我只给兑付你反应70 在20到51的它只兑80 就里面就等于是原来很安全的 这些同业资产 它也会出现一个检济的一个兑换 这样的传开来的所有银行都会开始 对这方面同业 第一个开始减职 做一个拨备的准备 这个是就会对整个金融市场 基金的紧张就开始调升 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还有一个叫 增强会还有银保将会 要求这些机构 对头部券商开始注资 其实是他们会看到 接下来债券市场 可能会出现一些违约的事件会出来 对 释放这个流动 对 我们会回到香港这些银行 它回到大陆做生意 它本身最优质的存款业务 它是很难有优质的业务 那么它去做羡目的话 也很难去避免有违约的现象出现 包括恒生银行 还有汇丰 还有这些东亚的 只要在国内做的羡目 其实违约的概率其实都在提升 不是说它完全没有 它可能也会提升 这个时候 它东亚印象 摔向包了这个雷之后 李国宝出来增持 那么它会把市场的信心 可能会缓一缓 那后面剩下的那30亿 是否也会减值 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 尤其是金融股 它只要具表面出生问题的时候 大家应该摔向去避免 而不是去增持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的雷会有多大的 对 那其实按照您这样的分析 国内方面的一个业务 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但是我们看到 东亚银行就表示说 如有需要会向东亚中国注资 那财新报道就表示说 东亚其实它是计划 向东亚中国注资 加强资本结构 那东亚也是魂赋了 本台的一个查询时 就指出 一直支持东亚中国的一个发展 并不时地检讨资本状况 那如有需要会注资东亚中国 东亚上星期发引颈之后 也是指内地的一个贷款资产恶化 也正像您所说的这样 那税后的一个减值损失 最多是31 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您觉得会对这个东亚 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如果去注资东亚中国的话 其实注资东亚银行 你只是解决了 它不会破产的问题 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经营生的问题 但是它的拨备 它的坏账 它的那个违约 究竟的那个率有多高 金额有多大 其实没有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数据 市场上 当然它市场也很多的投资者 也不会就关于东亚 这个银行的 怎么投资价值 它只是说它跌的时候 是否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价值 因为目前来说 应该不应该证实 那么快证实 还是要等到一个明朗化 才去搞 对 所以说您觉得 它跌到这个位置之后 还会继续再跌吗 会跌到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话 其实投资者可以考虑说 在这个底部去有一些注资 和等待一些反弹的机会 其实还是要看它 总之说股价是否没有被做空 然后就是横弹 这个其实急跌之后的 一种V型反弹其实并不多 很多就是基本上 你之前解决之后 会出个横盘 这个横盘就是在 整个管理权在解决问题 市场给它时间去解决 而不是被沽空的资金去砸盘 因为你不知道后面 是否还会有沽空的资金出来 我们看到今天东亚银行 是有所回升的 是涨了2.62% 但目前的报价是21块5毛5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李国宝的一个 回购的一个动作来讲的话 包括这个可以这个注资 东亚中国也是给了市场 一定的信心在里面的 谢谢大家